现在开始祷告 我们的天父感谢神 你从罪当中拯救了我们 我们也感谢神赐给我们 能够扎根的这个教会 能够让我们与世界分离 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的来居住的 这样宝贵的教会赐给我们 真的感谢神 也感谢神赐给我们 这一次能够传福音的机会 神啊 我知道你想赐给我们 祝福和幸福 祈求神能够给我们 合一的恩典赐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让我们能够不停的 随时祷告 不停的能够向神献上感恩 这样的基督徒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呢 要再次的分享 这个幸福的 基督徒的幸福家庭的生活 这样的主题 我们祈求神能够使用我们 祈求神能够让我们的家庭 成为幸福的家庭 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像一个 小的天堂的缩影一样 我们也祈求神的祝福赐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幸福的家庭 和幸福的教会 我们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们 我们先找一下圣经的 以福所书的五章二十一节 以福所书 五章二十一节开始 以福所书五章的二十一节 一直读到二十八节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然后我呢 从31节再读到6章的4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为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 养育他们 今天的这节呢 讲的是这个基督徒的 这个幸福的 这个家庭生活的主题 所以家庭的产生呢 是由一个丈夫妻子的 这个相遇呢 然后结合呢 产生的 这个创世纪的二章里边呢 神呢 这个指定了这个圣洁的婚姻 让这个人要离开父母 要与妻子联合 然后二人呢 成为一体 当亚当他自己 独自一人的时候呢 神呢 看那样是不好的 在创世纪一章 到一到三十一节里边说呢 神看着是好的 是好的 是好的 说了七次 然后神又说 甚好 有呢 一个 点在这个 有一个点 在亚当沙瓦没有犯罪之前呢 神同样也说有个不好的点 那个呢 就是在创世纪的二章的十八节 十八节说 邀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神呢 神呢 说 这个男人和女人 这个独居呢 是不好的 然后二章的二十四节 说 因此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在这节经文里头 神呢 应许了这个圣洁的婚姻 并且呢 圣洁的这个家庭 所以让这个 人呢 要离开父母 然后与妻子联合 然后两个人呢 成为一个身体 当这个家庭 是由一个男人女人开始的 然后呢 当他们主建家庭的时候呢 神同样的应许了给 给他们孩子 那有 丈夫和妻子 那现在呢 又有了这个父母和孩子的关系 那神呢 真的是给很多的这个家庭 这个祝福 所以神呢 对他们说 你们要变满全地 然后呢 要生养众多 变满全地 然后呢 神又说呢 要这个变满全地 然后神呢 就赐福给他们 所以家庭呢 真的应该是一个小的天堂 才对 神呢 神的国呢 不在这儿 不在那儿 是在你的心里 神说的呢 是他的 在路加福音的十七章里面 说这个天国呢 神提到的是什么呢 神说呢 神的天国不在于吃喝 而是在于呢 这个圣洁公义和喜乐 这个喜乐呢 就是喜乐 得救重生的基督徒呢 应该有喜 这种喜乐 在我们的心里面 这个每一个人 他们在 像个人 然后见面之后呢 会组建的这个家庭 所以这个家庭呢 应该是 这个喜乐的 一个乐园 或像个天国一样 那这个想要成为 天国的秘密是什么呢 就是要顺从神的话语去说 为 丈夫呢 按照话语 和妻子也按照 这么做 然后孩子这么做 然后父母呢 这么做 这个呢 就是不敢变的 神永远的法 不管你是属于 哪个时代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呢 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是神的话语 但是有些家庭呢 像一个小天国 但是有的家庭 就像一个小地狱一样 这到底原因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哪里呢 是因为 这个不顺从神的话语 为了要顺从神的话语呢 我们应该 怎么来做呢 就是我们今天 要学习的内容 我们知道 有一首歌叫做 这个 我的家 甜美的家 这首歌吗 因为这个歌词 是 Joe Wood Howard Payne 然后 这个 作曲家呢 是 Henry Bishop 这个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一首歌 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歌词是什么吗 如果因为没有时间不够 我也不能把整个歌给大家唱一遍哈 他这个歌词呢 John Howard Payne 所写的 Home Sweet Home 他写这个歌词呢 在这个 美国人 然后在这个北 这个飞 然后写完以后 后来他呢 在那死的 他呢 他 他呢 是这个 不能够回自己的家了 然后后来呢 是被这个 可能死了以后呢 是被 这个 转移回去的 然后 这个 海 到海港 这些 这个 首相啊 然后还有这些将军呢 都来迎接他 为什么这个 这个 首相还要来亲自迎接他的这个 这个 尸体呢 到底是 英国 还是美国 还是 亚 亚洲 这个家庭 对每个人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这个 这个家庭 就是一个小的教会 是这个 社会的一个最小的单位 但是这个 幸福的家庭 和这个 美丽的这个 天堂呢 只能是基督徒 能够实现的 我们找一下这个 真言的 71章 真言的70章的1节 这个 吃素菜 彼此相爱强如 吃肥牛 彼此相恨 这是真言的15章17节 然后刚才找的是真言的17章1节 涉言满屋 大家相争 不如有块干饼 大家相安 然后真言的15章17节说 吃素菜 彼此相爱 强如吃肥牛 彼此相恨 这个家庭的成员呢 不应该彼此相恨 他们真的要彼此相爱才行 这个小的天 国呢 可能呢 是群穷 但是呢 但是他们平安 却比那种富有天天吵架的 要好得多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这就为什么这个答案 喜福所书五章21节里边的 给的答案呢 就是要彼此顺服 就像以福所书五章18节里边说呢 家庭的所有成员呢 不要醉酒 而是要被圣灵充满 有了圣灵的帮助的话 他们能够这个圣灵充满的这样基督徒呢 我们可以呢成为一个幸福的家庭 这个圣灵充满呢 是关键能够能够让我们家庭成为幸福的天果一样 然后这个防角石呢 这个根基呢 就是五章21节 这里边写的是这个 说这个妻子呢 要顺从丈夫 所以对丈夫说的是呢 就像像这个基督爱教会一样 她丈夫需要爱妻子 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对这对妻子说的是 你妻子要顺服丈夫 那21节里边又说了什么呢 这个说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彼此顺服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顺服呢 不是是一访的 而是双访的 什么是顺服啊 顺服就是要彼此服侍 我们要互相的去服侍 这个丈夫要服侍妻子 妻子也要服侍丈夫 然后更详细的呢 以福所书的 这个五章的22节 23节里边说 你们做妻子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如同顺服谁呀 如同这里边说 说妻子呢 要顺服谁呀 这里边是说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还是说顺服丈夫 还是顺服自己的丈夫 你不要去顺服别人的丈夫 你应该要顺服你自己的丈夫 我们假设呢 一个女人 她做得非常的好 对所有的其他的这个男人都很好 但是就是除了对她丈夫不好 那她呢 就是在违背神的话语 因为这里确定的说的是什么 妻子 你要顺服你自己的丈夫 所以说要顺服你自己的丈夫 就像顺服主一样 圣经呢 提到了这个敬畏 这个词 敬畏神 敬畏你的神 这个词呢 在这个词 这个敬畏指的就是我们要畏惧神 但是在男人当中呢 这个男人里边这个敬畏这个词也提出来了 特别的两个情况下 有两个情况 这个得救崇尚基督徒呢 应该要敬畏神 但是在男人当中呢 还有一个呢 我们也需要这个害怕的 惧怕的 妻子呢 就是妻子要惧怕丈夫 要敬畏丈夫 我们找一下 以夫所说的五章的 三十三节 我们一起姊妹一起读 然而你们个人 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我觉得这个丈夫同样也应该读一下 我们呢 先这个弟兄们先读前半句 然后姊妹读后半句 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这个丈夫呢 应该爱自己的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然后呢 让这个妻子呢 也要看出呢 是敬重她的丈夫的 神呢 圣经里面说 尊敬敬 敬畏神 然后圣经里面说 让妻子也要尊敬敬畏 丈夫 还有另外的一个 这个对象 需要我们的这个 尊敬和敬畏 是什么呢 丽未记得这个 十九章的三节里面说的是 你们要这个敬畏父母 为什么圣经里面说 说了敬畏丈夫 并且也说了敬畏父母呢 因为是这个 尊敬 因为通过尊敬 敬畏丈夫和敬畏父母 我们能够学会敬畏神 有些人 如果要是不敬重 丈夫也不敬重 父母 然后然后他说 他敬畏神的话 那这个就是假的 再来呢 他看他的这个丈夫 亚伯拉罕呢 如同主 所以呢 他呢就得到了这个 这个万国之母的 这样的祝福 你真的希望你的家庭 你真的希望你的家庭 像一个小天堂吗 那妻子呢 一定要顺从你的丈夫 然后要敬重你的丈夫 你觉得真的 能够让你的家庭 这么做就能成为天国吗 你试一试吧 这个真的是 确实呢 会发 会 会是 会发生 因为这是神的应许 我们现在打开 彼得前书的三章五节 彼得前书三章的五节六节 我来读 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富人 正是以此为装饰 顺服自己的丈夫 就如撒拉听从 亚伯拉罕 称他为主 你们若行善 不因恐吓而害怕 便是撒拉的女儿了 五节里边呢 说呢 因为就像古时 这个仰赖神的圣洁富人 正是拿这个为装饰 来顺服自己的丈夫 然后六节说呢 这个撒拉听从 亚伯拉罕呢 称亚伯拉罕为主 在旧约圣经里边的 这个主呢 就是神的意思 他呢 尊重他的丈夫 提高他的丈夫呢 把他抬高的 就像是神的位置一样 你觉得 我们能够把神抬高 是因为这个丈夫 就是因为他真的是很配 所以我们才提高 才抬高的吗 不论你的 这个我们怎么的 想去尊重 这个丈夫 但有的时候 就是感觉 哎呀 很难 因为我们感觉呢 他好像也没有 不够格 哎呀 那么懒 然后呢 也没有什么才华 所以呢 他缺乏的实在是 太多了 我就看不到 他那里边有什么 值得我敬重的地方 然后对神说 我怎么敬重他呀 我怎么能够像敬畏你一样 敬重他呢 但是你还是得敬畏他 为什么呢 因为神呢 把这个丈夫呢 放在了这个位置上 神呢 不是这个混乱的神 而是呢 安静的神 圣经里面说 这个丈夫呢 就是妻子的头 如果你要是把这个位置 要是守住的话 神一定会给你祝福的 这个姊妹呢 现在在这里 你的丈夫到底得救没得救 或者是他到底是什么 需不需要你尊重 但是他们是你的丈夫 你们一定得要去敬重他 就算是这个丈夫 没有还没得救 但是你还是要顺 如果你顺从神的话 也的话 你还是会按着神的话 也会得到这个祝福的 与福所书的五章的二十五节 这个五章二十五节说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这个基督呢 为了教会把自己舍了 他甚至呢 他甚至呢 为这个教会 死了自己的身体 他呢 顺从了神的旨意 然而呢 他是 然而他做这一切呢 也是为了我们的缘故 这个丈夫需要爱妻子呢 就像是基督来牺牲 在十字架上 牺牲自己 死在十字架上一样 这个爱呢 就是去牺牲 这个爱呢 就是这个要面对 要承受损失的意思 这个丈夫要做这些事情的话呢 像这个作为回报 那这个妻子一定会有一个想要顺从 更加顺从丈夫的心的 如果这个最小的这个家庭单位 这个妻子和丈夫 如果真的是彼此在顺服 彼此在相爱 然后这个 在越来越顺服 越来越爱 越来越顺服 越来越爱的话 那这个家庭一定会成为一个小天国的 圣经里边说呢 主呢 把自己呢 都为这个教会呢 舍了 那为什么主这么的爱 这个教会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是说就是 仅仅拯救了我们 这个 而且呢 让我们呢 更能够像神一样 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个 这个 旷野里面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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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众呢 为什么神要 这个训练他们了四十年呢 是想取 除掉他们里边所有的这些肉体的想法 来清洁他们 清 在旷野里面清洁这个教会 训练他们四十年 然后呢 这个 已经被清洗的 在这个 旷野里面被清洁了的这个教会呢 然后进入到再进入到迦南地 就像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一样 以弗所书五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 二十六节说呢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他呢 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这个为什么拯救我们的原因呢 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 所以呢 越来越呢 我们会越来的越圣洁 然后主呢 马上就要回来的 再回来的时候 我们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 这是神所做的 那 丈夫应该怎么样对妻子呢 丈夫呢 是家庭里面的这个祭司 就算这个 这个 妻子缺乏信息 然后呢 没有那么圣洁 但是通过这个 丈夫的信心 通过丈夫的圣洁 那么这个家庭呢 也会变得越来越圣洁 所以得救的这个丈夫呢 应该一定要成为这个家庭的这个榜样才行 在这个 来到神的 神的话语来的时候呢 那 丈夫一定要冲在最前面 就像是这个基督呢 在这个 把教会成为了毫无玷污 毫无家 毫无皱纹等类 并做的这样 丈夫也要对这个家庭这么做 有些这个 这个家庭呢 然而呢 这个妻子呢 是走在了 是在这个家庭的前面 就算是 现在是这个状态 但这个 得救的这个 妻子一定要把丈夫建立起来 他应该要把丈夫要放在 这个姊妹的前面 然后呢 这个丈夫呢 应该越来越更加的努力 然后让这个妻子更加的圣洁 然后没有这个瑕疵 同样呢 就像主对教会所做的一样 那这个丈夫同样也要对妻子这样做 然后28节里面说呢 丈夫也要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爱自己的身子一样 是因为夫妻呢 是应该是一个心 一个身体 这个夫妻呢 不是两个身体 而是一个身体 然后有呢 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亲密 这个夫妻呢 是没有距离的 在这个 是非常亲密的 在这个兄弟姊妹之间呢 有这个 三个 这个父母和兄弟姊妹呢 然后呢 还有这个 这个表的兄弟姊妹 我的想说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多少距离啊 就刚才说的是这个 父母和关系 兄弟姊妹的关系 但是妻子之间 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是最近的 没有任何的隔离的层的 你呢 有这个刀的话呢 如果你用刀砍水的话 能不能把这个水 变成两份呢 你把刀拿走 它还是一个 在夫妻之间呢 是没有距离的 那这个 这个 夫妻的这个 父母呢 都不一样 背景也不一样 所有的都不一样 但是呢 这样的两个人 成为了夫妻 完全不一样的 两个人呢 成为了一个人 然后这两个人呢 现在就成为一个人了 我的喜乐就是你的伤 我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喜乐 我的忧伤 就是大家的忧伤 当夫妻在分享喜乐的话呢 就变成了这个喜乐双倍 同样呢 这个有个西方的这个谚语 说这个悲伤 如果在夫妻之间一分享的话呢 就一人就 这个忧伤就变一半了 当亚当看到这个夏娃的时候呢 他是这么说夏娃的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然后创街二十二十四姐呢 说他们呢 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个身体 无论这个家庭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夫妻呢 一定不要分开 也不要分房而居住 因为呢 他们是一个身体 这个家庭呢 会在这个家里呢 组建成一个小的天国 这个是神的命令 这样妻子和丈夫呢 你们应该要在你的人生当中 一定要顺从神的话语 一幅所书的六章 一到三节 这个一节说呢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哥鲁西书三章的二十节 过了西书的三章的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做儿女的 要凡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这个 做儿女的 要凡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呢 所喜悦的 听从父母呢 也是这个十节面中 十节面中的 十节命中的一条 所以这个诫命呢 是第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诫命 而且呢 这个是 以福所书六章里面所说的呢 这条诫命呢 并且是代应许的诫命 立位记里边呢 也说了 四九章三节也说了 你们要 要 敬重 要这个顺从父母 所以圣经呢 在 在命令我们呢 第一个呢 要顺从丈夫 然后呢 要顺从父母 孝敬父母 马可福音的七章的十节里头 耶稣说呢 所以耶稣呢 他呢 也 也用了这个 摩西所说的话 你们要孝敬父母 如果不孝敬父母的人呢 要把他治死 以福所书的这个 六章也说 要这个 在主里边 要听从父母 有的时候 人可能误解说 啊 我只是在主里边 去听从父母 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在主里的话呢 那你应该更加的 敬重你的父母 才对 要在主里边 要敬重父母 这个外邦人呢 这个在主外边的人呢 他们呢 也会顺从父母 基督徒呢 是在主里的人呢 他们呢 要甚至更加的要 要顺从自己的父母 然后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个 这个 所书的六章的一节里边呢 说呢 说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是对的 这个呢 是理所当然 然后这个 这句话呢 重复了183遍 这个说明了 这个绝对的真理 也就是说 你一定要这么做 才能够这个 得福 你们要听从父母 要顺从父母 要顺从父母 要孝敬父母 这个是对的 你必须要这么做 然后为什么我们要顺从敬重父母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呢 是代应许的诫命 二节里边说呢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这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代应许的诫命 什么应许呢 就是得祝福 这样的应许 这个是唯一的这个诫命 这是诫命里边的一个诫命 第五条呢 是带着这个应许的 说呢 你要这个孝敬父母 我就会祝福你 得救重生的基督徒呢 有很多的祝福 但是当他们顺从父母的时候呢 那这个祝福是一定会降下的 这个最好的 你能够做的顺从父母的 是什么事情呢 最好的孝敬父母的最好的事 是什么事呢 就是传父母到 你想象一下他们人生 这么苦了都已经 然后将来还要在地狱里边 要受永远的苦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呢 最好的这个我们的义务呢 是孝敬父母呢 就是第一个要拯救他们 把他们从地狱当中拯救出来 有些当中的人呢 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 这个已经做到了 当然还有些人呢 他们的这个父母呢 可能在座的有些人还没有得救 所以一定要孝敬父母 要顺从父母 要给父母呢 传道 要顺从父母 这个是你能做的最好的孝敬 所以在这里呢 要造一个 这个家里的有一个小天国呢 我们呢 到目前为止 我们呢 也查考了一下 做儿女的也查考了 做父母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做父母的应该怎么做 以福所书的六章 我们打开以福所书的六章 四节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 和警戒养育他们 说呢 要照着主的教训 和警戒养育他们 这个父母呢 应该要照着主的教训 和警戒养育他们 不仅是用神的话语 并且呢 要给他们做出榜样 真言的四章 真言的四章的一到三节 真言的四章一到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众子啊 要听父亲的教训 留心得知 聪明 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 不可离弃我的法则 我在父亲面前 为孝子 在母亲眼中 为独一的娇儿 在一节里边说呢 要听父亲的教训 留心得知 聪明 所以父母呢 要给他们彰显 要做榜样 同样也说 我在父亲面前 为孝子 然后呢 在母亲眼中 为独一的娇儿 然后我从来呢 也没有这个离弃 我父亲的法则 父母呢 不应该要惹儿女的气 而是呢 要让 要把主的道理呢 要教训给孩子 你呢 应该要 就像 波罗罗前书 十一章一节里边 一样 要给孩子做榜样 就像这个节经文里边说 我笑 你们要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这个就是父母 要先在孩子面前 要先做到 做出榜样 哎 我呢 现在呢 在效法基督呢 那基督呢 你是看不见 是吧 那你呢 应该效法我 所以最好的父亲母亲呢 就是要给孩子来做 好的榜样 然后过一个圣洁的 干净的 这个公益的这样的 这样的人生 然后呢 这个 来 教 教导 能够引导他们走正路的方法呢 就是要把信心交给他们 我们还记得 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 写的摩西呢 摩西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他呢 不要再当这个 宁可与埃及的百姓 宁可与以色列百姓一起受苦 也不拒绝呢 成为这个法老女儿的王子 他呢 看这个 为基督所受的这个凌辱呢 比这个埃及的财宝更为宝贵 希伯来书的24章的26节 那摩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呢 是一个父母丢弃的一个孩子 父母呢 已经把他就是 扔掉的丢弃的人 当然这个没有 当时没有选择 那个时候他们 父母只能这么做 他呢 是一个被父母呢 扔掉的一个孩子嘛 是一个 但是呢 仍然他长大以后 成为了一个伟大的人 那他受了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呢 是因为从妈妈这个 约基别所得到的 这个信仰的这个教育 所以呢 这个 他的摩西的这个亲妈呢 然后就是来做他的这个 成为养母 然后在他 养 他的时候呢 告诉他说 你是希伯来人 你是这个神的百姓的孩子 你怎么来教育你的孩子呢 这个信仰的这个教育呢 应该是这个方法 并且是我们的目标才行 从这个从孩子开始呢 他们就应该要被养成是属神的人 那为了能够达成这个目标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要读圣经 你有没有学这个防脚石啊 你祷告没了呀 你应该在教会里边做 做奉献 不是就这么说的 当孩子啊 在很小的时候呢 他们会这个观察他的父母的 然后他们呢 会从父母那儿 学到他们看到的 他们到时候上了这个中学的时候呢 然后就到了他们这个 那样的年纪了 他们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呢 回家的时候 妈妈我回家了 然后就回他们自己的房间 把房间门就锁上了 你觉得这个青春期的这个孩子 难道没有在观察你吗 当他们在小学的时候呢 他们观察这个 在父母面前观察他们 但是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呢 这个孩子呢 也在这个背后呢 也在观察着父母 他们呢 看他们父母的后背 仍然还在从父母那里在学习 然后父母呢 在这儿 这个时候不要误解啊 你不要误解说啊 我的孩子现在没有在看我 这个孩子仍然呢 还在从后背呢 在观察你 他们仍然还在看说 一个我得救重生的这个父母 他们在怎么生活呢 他们呢 他们呢 这个信神过信仰生活 只是这个嘴上的吗 只是说的吗 他实际上这个家庭成员呢 实际上是最清楚你的 有些孩子呢 他非常的这个 这个很伤心的看到父母 在过这个假冒为善的生活 这个呢 不是一个养孩子的好方法 那摩西是如何的呢 他呢 当时呢 是很受伤的 但是仍然呢 他还是在只为 他只为主活 他的平生呢 就只为主活 就算我们 没有达到摩西的这个程度的话 那么仍然也要 把这个信仰 要交给我们的孩子 这个摩西呢 是从他的妈妈 倔机别学的 那在生命纪里边 是怎么说的呢 他呢 要教导以色列百姓呢 说 你们呢 要这个教导你们的孩子 神的话语 你要把他要 这个记在你们的额头上 要放在你们的门楣门框上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 就像有些家庭 我们去那看的话 或者有些这个 有些宾馆也是 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木头的匾 上面记录着神的话语的 这个 生命纪六章的四到九节说呢 要这个 要把它写下来 放在这个盒子里 然后挂在门楣上 他们是完全的 在这个教导 他们孩子神的话语 我们找一下生命纪的六章 生命纪六章的五节 从五节开始 五节到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七节里边说呢 你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我们教导谁呀 父母呢 要精勤地教训你的儿女 八节 说你也要把它记在手上 为记号 然后呢 并且呢 要戴在额上 为经文 就在你的眼皮前面 然后呢 又要写在你的这个 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这就是我们应该要 如何地来看重神的话语的程度 我们找一下这个 真言的二十二章 这样二十二章的六节 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离 父母呢 应该要教养 这个孩子 要教导孩子 圣经的话语 这个不是 就是这个 教会学校老师的责任 这个老师呢 他真的是 非常在努力的 想去教 但是 我 我不 不要认为 那个就是 就够了 听不太后书的三章 十五节 提摩西呢 他是一个传道人 是传神话语的人 然后 十罗保罗呢 对提摩太说了这样的话 说呢 十五节说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这个圣经 然后在 同样的这卷圣经 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五节 想到你心里无尾之信 这信 先在你外祖母 罗以和你母亲 尤尼基 心里的 我深信 也在你的心里 在这里 说这个祖母 罗以 还有你的母亲 尤尼基 都教导了提摩太神的话语 不仅是 光说 这个光光教导了 光说了 而且呢 在他的生活当中 做了榜样 这个孩子呢 他们呢 想呢 要这个得礼物 但是他们呢 想比这个礼物 除了礼物之外呢 他们还想要 其他的东西 因为他们比这个 想要礼物呢 是还有是 他们想要 他的这个人格 受到尊重 他们想要 以他自己的这个 这个要尊重 然后需要爱 并且呢 需要这个 这个 这个 称赞 他们需要被承认 他们 他们认可呢 受管教 也不希望呢 被 不想被忽略 因为这个 缺乏父母的爱呢 所以呢 缺乏父母爱的孩子 就会能导致有很多的 这些 有问题的 这个少年 然后在这个 我们刚才读的 这个 经文里边说 这个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父母的气 你觉得这个 最好的 能够对 孩子做的 作为父亲 能对孩子做的事 是什么呢 就是去爱 这个孩子的 母亲 这个 孩子呢 想要什么呢 孩子想要 这个父母 要有一个 好的关系 但是呢 父母却总是在吵架 当这个孩子 要是看到父母 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 妻子顺服丈夫 丈夫在爱妻子的话 那孩子就 就会有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能力了 我们不要说是孩子 没有能力 因为这种 这种 这个 没有能力呢 会让他将来 这个精神呢 会有精神疾病的 所以呢 这个对孩子来说 父母要做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呢 但是 不是 但是一个家庭呢 不是一个人组成的 就像是一个小社区一样 有父亲 有丈夫 然后有这个 有父亲 有母亲 有孩子 然后组成了这个家庭 对 要想有这个幸福的生活呢 他们必须要互相爱 然后并且呢 互相饶恕 并且互相理解 然后互相的忍耐 互相牺牲 然后基督徒的家庭呢 这样的话 就能够去让神得喜悦 然后能够给神荣耀 那 我们所理解的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要是不理解的话呢 就会有误解 因为这个误解呢 就会让 就会导致呢 不信 这个不信呢 不不信任的话 就会 就会彼此相恨 这个恨呢 有的时候在这个家庭当中 那圣经里面说呢 我们要在神的这个知识上 要更新 彼得前书三章七节里面说呢 彼得前书的三章七节说呢 你们要做丈夫的 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丈夫呢 需要知道 要了解这个妻子 那 只是需要丈夫 了解妻子就够了吗 那 妻子 也要了解丈夫 如果你要不了解的话 那就会有误解 那误解呢 就会 不信任 那 所以我们必须得互相了解 我们也需要互相呢 去明白 去理解 那个 理解 要了解对方呢 就是要明白我们之间的不同 这个不 男人和女人之间 不仅是男人女人之间的这个区别 还有所有的背景啊 还有这个童年的所有的这些 还有呢 我们的这个 这个脾气秉性也不一样 我们需要呢 要明白这些各个方面 这个不一 不同 不是说就是有问题 不同 这个不同就是有 有 不同 不同就是不同 这个不同呢 会让我们每个人的人格呢 都能够尝到不一样的人格 在这个世上呢 有这个八十亿的人 没有一个人呢 是一模一样的 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 那为什么神把每个人造的都那么的不同呢 神没有造成就一种 一个样的人 就算是一个双胞胎的话 他们都是不同的 那这个雪花呢 也是没有一片雪花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个沙子也是不一样的 你觉得他们好像都一样是吗 其实每一个沙子都不一样 一点都不一样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个多样性呢 因为神呢 喜欢多样性 所以神呢创造我们全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要是不互相理解的话呢 就会有误解在里边 如果要有误解存在的话 那我们的关系就会有裂缝 然后呢就会有争吵和矛盾 我们就会互相伤害 那如果要是我们要是理解的话 我们就会有这个信心 然后我们会彼此 饶恕 饶恕 我们就会彼此相爱 我们要是彼此相爱 我们就会更加多的彼此牺牲 这个是全部都是从互相的了解开始的 我们需要彼此了解 我们要了解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不同 丈夫和妻子的不同 男人和女人的不同 他们是不一样的 是不同的 你们不要想你们是一样的 你不要说你为什么那么不一样啊 你应该跟我一样啊 不要这么说 我会给大家讲一些这个区别啊 男人呢 他们的是左脑更发达 女人呢 是右脑呢 更发达 这个左脑呢 是这个逻辑 然后这个 更严谨的这一面 然后右脑呢 是更多的是这个情感方面 是比较主观的这个 然后呢 总想关注的是关系 所以呢 我们这个脑呢 使用的部分呢 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都是有一样的头 但为什么他们的大脑 那么不一样呢 因为神创造的 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男人呢 他想关注的是一个事情 然后呢 就想在这个事情上 要钻研下去 但是女人呢 是不一样的 女人呢 可以在同时做好几件事情 然后可以呢 一边洗碗 一边看这个 看连续剧 他们可以这个 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 但是男人呢 这样就不行 所以呢 这种区别呢 男女必须要 要明白才行 男人总是 这个客观 然后女人是主观的 然后他们呢 可能在一起看 这个比赛哈 然后他们可能在看 这个 这个 这个最最最高的 这个 这个足球队哈 最好的足球队 然后呢 然后男人可能说 哎 他怎么这么差呢 他没有 正好 正这个 可能没踢进去 然后呢 就开始指责这个 这个球员 因为这个 球员呢 差点就射门了 但是却没 没射进去 因为另外的一个 这个队友 然后男人呢 是想看 这个 关注的是 到底进没进球 但女人呢 关注的点不一样 哎呀 那个 这个球员 太帅了 哦 他受伤了 没有啊 他呢 是女人 是非常情感丰富的 所以这个男人 和女人呢 他们这个就 是不一样的 可能呢 有这个争吵 因为这个 因为夫妻之间的不理解 可能就会争吵 这个男人呢 是这个 以这个结果 为中心的 他们有非常清晰的 这个目标 但是女人呢 不是这个目标 是以关系为主的 然后这个 夫妻一起去了 百货商店 然后男人说什么呀 说你买不买呀 快买吧 我没时间了 然后女人说什么呀 他说的 啊 亲爱的 好看吗 他呢 从一个店 到另一个店 然后在这试来试去的 然后男人呢 是没法等 说你赶紧买吧 啊 女人呢 戳下来以后 不行 我不喜欢 我不能买 女人呢 非常的享受 这个过程 所以呢 因为这个呢 他们也会吵起来的 所以呢 这个百货店呢 就准备了一个 专门给丈夫 坐在座位 你要想去的话 你就直接 就坐这等着就行了 然后这个妻子呢 会到处去看的 如果这个夫妻 要是不明白 他们彼此的 这个区别的话呢 他们会打仗的 所以基督徒的丈夫 要明白这个基督徒妻子 是什么样的 女人呢 是非常关注 这个两个人的关系的 他们呢 喜欢到处的看 他们喜欢让丈夫 陪他们到处撞看 你要觉得 这个是浪费时间的话 那你就 然后男人呢 是更多的行动主义 然后女人呢 是这个语言 非常的丰富 女人呢 一天呢 要说25 25000个词 然后男人一天呢 说的不到1万个词 就一半都少 所以女人呢 给这个朋友打电话的时候 讲了一个小时 但是男人呢 就5分钟打电话就结束 5分钟就结束了 所以男人呢 是非常的这个 对妻子说 你为什么讲电话 讲那么长时间呀 然后女人呢 刚撂电话的时候 怎么说呀 等我们见面的时候 再详细聊吧 他们已经聊了 一个小时了 还觉得不够详细 所以呢 当 提到这个 语言的时候 女人是有优势的 所以呢 这个夫妻就吵架呢 因为丈夫呢 是不会用语言 能够胜过妻子的 所以这个男人呢 就开始变得暴力 这个是不应该的啊 但是这种这个 情感的 这情绪呢 这个男女也是不一样的 女人想要这个什么呀 想要这个感情 他们想要丈夫对他说 想让这个丈夫呢 夸奖他自己 然后呢 也想让丈夫爱他 然后说他漂亮 但是男人呢 却不这么做 女人呢 女人呢 想要一切呢 都能够敞开的 然后诚实的 但是 所以丈夫呢 不要藏钱 然后女人 然后女人想要的呢 是这个 这个财务的 这个 这个要这个 要担起财务的责任 并且要顾家 如果要是丈夫 做不到这点的话 妻子也会伤心 但是丈夫想要的是不同的 他们呢 有这个什么 性的这个需求 然后呢 想要一起呢 去这个 享受的时间 然后呢 他们想要妻子呢 要这个 打扮的漂亮 然后 也要想在家里呢 要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然后呢 也想要从妻子呢 得到这个夸奖 当他们回家的时候呢 如果要是妻子总是烦她的话呢 妻子总烦她的话 这个丈夫就不爱回家了 他们还不如出去见朋友呢 然后呢 在外面的时候 这个 周围的人都在夸奖这个男人 然后他们就 不回家 然后呢 就开始回家 回得很晚 当 哪里有能够称赞这个男人的话 这个男人就愿意去那个地方 那 如果要是 妻子要是夸奖 称赞她的丈夫 会发生什么事呢 那这个男人就会更加的专注在这个家庭当中 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 还有呢 孩子 孩子的背景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 妻子呢 有的时候就抱怨 哎呀 我的丈夫 哎呀 太小心眼了 她呢 真的是太小心眼了 然后呢 他们呢 去了这个 丈夫的这个婆婆家的时候呢 婆婆和这个老公公那去的 这是 是这个丈夫成长 小的时候长大的地方 然后是在 这个农村 然后周围呢 是山所包围的这种 然后呢 这个走这个路呢 也没什么路 其他的三面都是环山的 然后呢 这个妻子呢 要理解什么呢 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 她的这个 吸眼这么小 她的 她的想法这么狭窄 是因为她 生活的这个环境 从小就在那么狭窄的地方 成长起来的呀 所以这个妻子呢 她就在想 这个 而且想这个丈夫说 这个丈夫怎么这么小气呀 当孩子 想要 给这个孩子 买这个名牌鞋的时候 那个 这个丈夫也不买 然后想买个好衣服 丈夫也不买 然后丈夫呢 也在管着所有的钱 然后所有的这个家庭成员 现在都在抱怨 然后呢 在这个家庭的 这个假日的时候呢 然后呢 他们呢 就去了这个他家 这个回了 回自己父母家的时候呢 然后路上有很多的 这个 塞车嘛 然后这个女人呢 在这个女 家里这个女儿呢 然后就在车里面呢 就提了个建议 说 哎呀 现在太无聊了 我们现在 谈一谈我们自己吧 然后父亲说 我们要说啥呀 没啥说的 然后女儿 女儿说呢 你给我讲讲你的这个小时候是什么样的吧 然后他们就 这个轮流的在讲自己的小时候 然后到爸爸了 他说什么 他说 我上小学的时候呀 我们那个时候很穷啊 然后有一天呢 这个 这个有钱的 人家的一个孩子 给我们带这个糖啊 然后那个糖 真的是 特别大的一块糖 然后 把这个糖呢 给我了一块 然后我就想 真的想这个去裹 就去裹一下 裹一次 所有的朋友都问他说 能不能让他们也尝尝 然后他们就在这排队 然后等着想吃这个糖 然后他也去排队去了 然后这个有钱的这个富有的这个孩子 把他从嘴里这个糖拿出来 然后就告诉这个孩子说 告诉他朋友说 对 就一个一个的 个嘴里边尝一下 拿出来尝一下 躺一下尝一下 吐出来 然后呢 就大家就这么 个嘴里吃完了 拿出来 吃完拿出来 然后就现在就轮到他这个 到他爸爸 轮到他爸爸了 这个爸爸因为他的家 非常的穷嘛 然后这个有钱的 这个男孩 却跟他的爸爸说什么呢 说 哎你不行 你出去 然后呢 这个爸爸就回家了 然后他就 非常的伤心 那个时候 没让他吃嘛 然后他说 他说的 我一定要将来要变有钱 我一定要让 我的家庭要有钱 让我的孩子 不要受这种虚辱 所以呢 他就努力赚钱 然后呢 后来买了房子 买了车 然后现在呢 经济条件好了 有钱了 然后现在呢 正在开车 回他自己的老家 在这个车里面呢 听完了这些故事以后呢 这个妻子和孩子都哭了 因为呢 他们听的理解了 因为他理解了这个丈夫 也理解了他们的爸爸 因为这个他的这个背景竟然是这样的 原来 啊我现在明白了 为什么我的爸爸 现在不给我买这个名牌鞋了 我现在也明白了 为什么他也不给我买这个好的衣服了 名牌衣服了 因为他呢 因为攒了很多钱 所以现在呢 我们条件还可以 所以我们要感谢爸爸 然后呢 妻子也说感谢你亲爱的 然后呢 对待的丈夫也也不一样了 说的这个丈夫你太辛苦了 你真的是为我们家付出很多 我们现在能够过上这样的时候 真的是感谢你 然后女儿也同样这么说了 然后下一次呢 这个丈夫呢也变了 他呢 给这个女儿呢 也买了这个裙子了 然后呢 他也给这个女儿买了这个耐克的这个鞋了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理解彼此了 如果他们要是不理 不明白 不知道的话 就不理解 不理解 那就会有误解 然后就会互相的争吵 然后就会彼此相恨 这里面当中 有没有人家庭当中有人受伤呢 如果受过伤的人呢 那你要更加努力 你要是理解的话 去理解对方是需要付出努力的 如果你要是理解的话 就不会有误解了 然后呢 就会有饶恕和爱 带到这个家庭当中 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我呢 还有一个事情我想谈一下 就是这个品 这个性格 有不一样的性格 神呢 给人 给了八十亿的人的不一样的这个性格脾气 韩国呢 是这个离婚率排第二的 然后自杀率是第一的 然后是也是第一个这个 不生孩子的不生孩子率的 然后韩国呢 也是这个第一个这个 这个离婚率第一的 这个离婚的第一个理由 最多的呢 就是这个性格不合 因为他们不互相理解的对方的性格 所以呢 就离婚 这个性格呢 就是会决定你的这个行为的 神呢 给了不一样的性格 给了各种各样的人不一样的性格 这个性格呢 就像是我们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一些东西 也是神所给的 这个呢 是本性 也是从本性那呢 我们遗传来的 就赐给我们的 所以呢 要是知道我们自己的性格 知道这个配偶的性格 和孩子的性格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可以想 把它分成四种类型 森棍 这个 所以这个 有一种科学说什么呢 这个身体里边的这个 这个三棍 就是说这个血里边的这个流量 能能 决定 然后第二个叫 然后还有 然后还有 还有一个非常粘性的这个血 就是 当然这个 这个医学上也没有说的 完全就证实啊 但是呢 非常 这个 这个 比较贴合的 能够描 描述四种 这个性格 这种四种的 这个 基本上 这是四种的结合呢 就能够 就能有各种各种不一样的 这个 性格的组合 我给大家谈一下这四种 第一个叫三棍 三棍呢 就是说 是有点 是外向 是内向的 并且呢 是这个 乐观的 当 我们看这个 这个 稻子的时候呢 我们也看它像个花一样 然后呢 在这个舞台上也非常的 有 这个 才华 并且呢 喜欢称赞别人 也非常的 这个 有兴趣 而且呢 需要 其他人的 这个支持 然后 总是 喜欢说什么呢 大家来看看我 看看我 当 它在这个 一群人当中呢 他们比较 能够像 能够去当 这个领导的那个人 Colorant 这个第二种 他们呢 容易失去 这个脾气 然后呢 是这个 非常的专心 努力的工作 并且呢 是一个 能够呢 让别人去跟着他 他也有这个领袖的 也有领袖的气质 然后呢 就像出生 就是有领袖的 这个气质一样 然后 Flagmatic 第三种 他非常慢 然后呢 喜欢这个 平静 然后呢 还有这个是 Malagolic 他们是追求完美的 喜欢呢 有秩序的 他希望 让所有的东西 都能够有秩序的 放在那里 那我再更加详细的 再讲一下 第一种 这个三棍 你们想一下 你是属于哪一种的啊 在我说之前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 这个图表 这个每一种呢 都有这个 优势和缺点 Sanguine 这个小词 小字我读一下啊 说这个 非常的乐观 然后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这个 社交能力强 然后呢 非常的这个积极 而且有创造力 然后非常的鼓励别人 也非常的这个流畅 这个口才好 然后非常自信 然后非常的这个喜乐 然后呢 有热情 也非常乐观 然后非常的这个受欢迎 然后非常的容易感动 Colorik呢 是什么 非常大胆 非常的能够去探索 然后也自信 然后非常的能够说服别人 也是非常意志 非常的有主意 然后非常有竞争能力 非常积极 也非常的能够有 有生产能力的 然后呢 也非常的清晰和这个诚实 然后呢 非常的独立 非常的自由 然后Plegmatic 是非常平静 非常的自由的 然后有耐心 并且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非常的容易顺从 接受 然后呢 也是有这个 能忍耐的 看起来也非常的这个 安静 非常稳定 然后呢 他呢 不笑话他们自己 但是却能够让别人的能够笑 然后并且呢 非常善于倾听 然后呢 也不跟别人起冲突 我觉得 如果要是大家都是Flymatic的话 这世界上就没有战争了啊 然后第四种 这个Melacolic 非常的专注 非常的有这个毅力 然后非常的会分析 有计划 然后尊敬别人 理解别人 并且呢 能够去牺牲 并且呢 非常的努力 专心 然后有规划的 非常有秩序的 也非常的这个 非常心思细腻的 然后有这个完美主义的 喜欢音乐和这个 和这个艺术 你属于哪一种呢 你可以分析一下 看看你更属于哪一种 我们呢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你可能就能知道了 哦 再看一下他们的弱点 可能你就知道了 第一个三棍的错点呢 非常容易生气 这个 手规则非常的难 然后呢 喜欢呢 这个 这个打断别人 然后呢 喜欢这个 夸口 然后呢 这个显摆 然后呢 也容易被 而且很健忘 然后呢 非常的乱 然后没有什么秩序 然后 穿得很好看 但是他这个 他的这个 柜子里边 是很乱的 这是三棍 说呢 这个很健忘 他们呢 也记别人的名字 也记不清楚 但是他们能够 记住呢 别人的这个 房子 可能记住的很好 因为他们是这个舞台的人 所以是属于舞台的这样的人嘛 所以他们呢 穿的这个衣服都很好 所以他们穿的很好 他可能不记得上礼拜 讲话也讲了什么了 但是他们能够记住什么呢 这个 可能能记住这个领带什么颜色的 这个属于三棍 然后Coloric呢 是什么 不能够忍耐 然后也不怜悯别人的 没有什么怜悯心的 然后呢 非常的冷酷的这个 然后非常的这个傲慢 然后非常的固执和没有耐心 然后呢 什么东西都想管 然后呢 非常的想去支配别人 并且呢 爱这个争吵 然后呢 这个 是工作狂类型的 然后呢 也没有什么感情 没有什么表达 然后呢 非常容易生气 如果丈夫属于Coloric的话 那你就别要气派什么 然后Melacolic 然后呢 他可以控制生气 可以忍很长时间 如果要是这个 要是关系破坏的话 他不想去复合 然后非常的这个 喜欢这个抱怨 然后不安 然后呢 非常的这个有疑心 然后呢 喜欢这个生气 然后也会 这个 把自己这个孤立 然后也缺乏自信 这不善于软量 可能你可能有一个感觉 你属于哪一种 但是你也不是那么确信 我呢 让我给大家呢 来测试一下 大家的这个个性 我可以把这个屏幕关了 我们 有两个事情啊 我们假设你呢 现在 再看一个 看一个剧 啊 这挺有 挺 演得挺好的 你呢 现在再看一个这个 看一个剧哈 我想要成为这片人的话 我想呢 写这个戏 我想成为写剧本的这个人的话 就举手 没有人 想写 做这个写剧本的人吗 我想成为这个演员的 请举手 举手 如果你要想在里边 当一个演员 想去演这个剧的话 举手 那我只想在这 坐着看的人 举手 那你现在你就知道 你是什么样的 个性格的了 这个观众的话 想要成为观众的人呢 是flagmatic 如果想成为剧本的 这个写作的人呢 就是malagolic 我想成为演员呢 如果要是在舞台上呢 就是sanguine 我要想成为这个导演的话呢 就是coloric 然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假设我们 我们有一个活儿需要干 我想这个安静的做 然后要做的完美一点 无论别人说什么 我一定要坚持 我的这个做事方法 我呢 要 我要跟着这个 大家都喜欢的方式去做 大家选了一个了吗 第一个是想安静的做 maletic 要完美的做是 malagolic 然后要 要做 用自己的方式做是 cloric 然后要顺从 这个 大家的 大众数 这个要做的方法 去做的是 这个malagolic 那我再现在 再进一步的 更详细的再说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每个不同的这个性格 哈 我们从这个三棍开始 三棍呢 大家是什么 就是什么 大家都来看我 当要是 有这个一群人的时候 他总想吸引别人的眼球 他是属于站在舞台中央的 这样的人 给我 大家都来看我 然后来 来表扬我 这个是三棍 他是喜欢那个去 这个显 这个彰显 这个不是说 就是总是说 这个不好啊 他呢 是外向的人 然后并且呢 是这个 关注人际关系的人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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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这个口才也很好 然后 非常的有 好奇心 然后对什么事情 这个爱好特别广泛 有非常的多的 好奇心呢 他看电视也是 总是换台 这是三棍 总是呢 总是像过节一样 没有一天呢 这个日子过得平平常常 总是很开心 也不抱怨 总是呢 在这个 做自愿者 是非常的这个 专家一样 如果还没有三棍的这个 事实上没有三棍这样的人的话 那所有的事情 这个世界都非常的 无聊 那他们的这个 弱点是什么呢 他们呢 他 但是他们没有这个受过培训 然后他们也不太 一致 他们的开始很好 但是呢 收尾总是不好 但是他们工作虽然很努力 但是却挣不着钱 然后呢 也这个非常的健忘 也不记得人的名字 地方的名字 然后 所以把车 这个停车了以后 到时候到停车场 也不知道我车停哪了 这个是三棍的性格的这个弱点 然后他们呢 非常容易失望 他们也喜欢这个夸张 他们也害怕 他们也总是呢 会受到惊吓 什么会让他心里边 那么的惧怕呢 当他们要是 没有人给他关注的时候 如果没有这个 别人没关注的时候 他心里头就 就害怕不安 但是三棍的这个 好的这个性格的一面呢 我想在圣仙里边 要这个彰显我自己 当耶稣问话 回答最快的是谁呀 就是那个 总是这个行动 比想得更快的人呢 就是这个冲动型的人 他们呢 在这个水上 就不害怕就走过去了 他就是先就做了 他有一个好的开始 但是结束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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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不好 大家知道是谁吗 大家知道是谁吗 就是彼得 这个彼得的三棍的这个性格 他的开始很好 这个使徒行传的开始 是谁开始的呢 就是这个彼得开始的 但是最后呢 这个彼得这个名字消失了 这最后的时候是谁呀 是保罗 所以保罗呢 是Colorik Colorik是实干主义 他一定要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这个结束 他是这个 这个 得结果是非常好的 然后Colorik是很好的 这个外向的一个领导型的 然后呢 是以他的这个工作为中心的 然后呢 也是一个这个 倡导家 使徒保罗呢 他呢 工作非常努力 然后呢 意志也非常的 呃 坚定 然后呢 也会有结果 并且呢 能够战胜很多的这些阻碍 然后在海上会架这个桥 然后在沙漠里呢 就会造这个高速公路 然后呢 会这个忽视他们的 相 这个反面的声音 然后会直接达他的目的 然后会战胜 这个危机当中的这个环境 而且并且非常的这个独立 这个世界能够进步 是因为这 这样性格的人 所有的这些 这个 组织和这个 这个商业的这个公司啊 都需要Colorik这种人 这个Colorik这个孩子 看这个世界 他在这个墙堡里的时候 就会在想说 我什么时候能从我妈妈那儿独立呢 但是Colorik的缺点呢 就是他们太想这个 这个脱离了 他们而且 非常的骄傲 非常的自信 自负 非常的没有耐心 不会听别人说话 所以呢 他们会伤害别人 然后那些伤害 最伤害别人最多的人 就是Colorik 你的丈夫是Colorik吗 你不要期待什么了 你不要期待 有什么温柔的事情 从他那里出来哈 他们呢 里边呢 是有这个 他们的恐惧是什么呢 当我失去这个 我的这个能力的时候 我们假设这个妻子 如果是Colorik这个性格的话呢 这个丈夫要是有这个Colorik的妻子的话呢 你就放弃 然后顺从你的妻子吧 顺从了就是幸福 这个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保罗 他性格非常的这个坚韧 他呢 是开始呢 是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呢 他是在前走在前面的 并且呢 也是允许了这些人 去打死这个使徒 这个斯蒂凡的 他呢 是在这个逼迫基督徒呢 是走在前面的 那当他看到 耶稣基督 去大马士革的路上 看到耶稣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就算是 他可能会 快要知道自己会砍头 他都没有停止去传道 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建立了教会 这个 描述 使徒保罗最好的一句话 就是使徒形状的 使徒形状的九章一节 然后说呢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 威吓凶杀的话 去见大祭司 这个三宫的这个彼得呢 这个批 批判了这个 卡拉瑞克 保罗 这个彼得呢 是这个主的这个大弟子 大门徒 对不起我说反了 这个使徒保罗呢 这个 是这个使徒当中最小的人呢 却 这个批判 批评了这个大徒弟彼得 这个卡拉瑞克 他们是不害怕 他们没有 这个 没有这个恐惧的 通过这个卡拉瑞克 这个保罗呢 把这个福音传给了外邦人 然后 Flagmatic呢 是这个内向和谦卑 然后温柔的 然后是喜欢这个平静的 他们呢 想要呢 需要别人的尊重和理解 然后呢 非常的这个一致性 他们非常的这个平稳 非常的平衡 然后他们呢 这个管理能力好 然后能够去做 非常的平静 也能理解 也非常安静 然后非常的聪明 他们做的事情 做什么事情 他们就会不断的 非常的一致性的去做 在教会里的工作呢 有很多的这些重复性的工作 举个例子来 在韩国教会里嘛 他们 要拍令这个Goligo这个事情 那些做 啊 这个 八大蒜呢 一直做八大蒜的事情 就是这个 三个月来 让他八大蒜的话 八一会他就走了 但是你不要去指责这样的离开的人 因为神给他们的是这样的性格 当提到性格的时候呢 是没有对和错的 在所有的这个被造物当中呢 没有这个错的 我们应该承认 他们有这个样的性格的 要接受 我们要理解 不理解的话 就会有争吵 在教会里也是一样 在家庭里也是一样 然后Flegmatic这个性格呢 他们可以呢 是被受训的非常好的 这个领导的领导者 他们总喜欢伤害别人 所以他们朋友不多 他们呢 这个 他们呢 这个 哦 但是这个世界非常的和平 因为Flegmatic 但是他们的缺点呢 是他们非常的懒惰 然后呢 喜欢这个观察 然后也喜欢藏在后面 因为他们喜欢呢 平静 然后他们呢 他们不懂得什么拒绝 同时呢 他们也是非常的固执 他们呢 有这种改变的这种惧怕 因为他们想一直都能保持原样 没有变化 这个圣经里边的一个好的人物 喜欢和平的 如果你要说 说左就 我说右 他也不争吵 这是谁呀 如果你 你要说左我就说右 他总是 他总是这个 让 让位 你选择左边 我就选择右边 这就是亚伯拉罕 他呢 有和罗德 有这个争吵的时候呢 他选择和平的解决 他对罗德也说 你选左边 我就去右边 你选右边 我就选左边 他呢 亚伯拉罕呢 不喜欢争吵 然后呢 他会让步 然后呢 他呢 也会这个撒谎 他撒谎呢 故意的撒谎什么 说他的妻子 是他的妹子 他呢 没有从乌尔 直接去加南 他待在了这个哈兰 但是哈兰 不是允许的地方 他必须 直接去这个 加南才对 但是待在了这个哈兰 他却 在那儿死了 他非常的慢 所以亚伯拉罕呢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这样的例子 然后 Malagolic 这个性格 他们是这个完美主义 他们呢 是非常的 出生 非常聪明的 这个 Malagolic 有很多的这些 这个 智慧出人的人 他们有很多的 这个计划 然后他们想问题 都是会 会非常的 在盒子外面去想 想法非常的 这个发散 然后呢 这个 发明这些 科学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 手机啊 科学这些 都是Malagolic 性格的人 他们喜欢来做 这种 创造性的 他们不喜欢独处 喜欢 不喜欢这个群体 喜欢 独处 我们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我们 你们的孩子 有没有这样的性格 他是Malagolic 对这个 Malagolic 的孩子 的妈妈呀 哎 你为什么 不听我话呀 你为什么 做这样的 不好的事情 应该要 惩罚你 然后这个 妈妈 拿这个 Malagolic 孩子 放在房子里 说你别出来 然后呢 他就把房子 门锁上 的话呢 这个 Malagolic 孩子 对他来说 这个不是 这个 惩罚 这个是对他的 奖赏 因为他喜欢独处 但是如果 三棍牌子 要给他 关屋里的话呢 那这个就是 对他 三棍性格的人 就是很大的 惩罚 因为三棍 是这个 舞台型的 这个性格 他们想要 在这个 群体当中 但是你现在 让他自己 独处了 所以我们 教导 我们的孩子 要教导 他们 让他们 明白 他们是属于 什么 性格的人 然后呢 这个 Malagolic 这个性格 的人呢 是什么 你们别烦我 让我自己 待会儿 然后呢 这个 他们喜欢 学习 然后喜欢呢 这个 这个 有秩序 然后他们非常的 这个 有才能 也非常的认真 然后非常的 这个思想 深刻 他们呢 有这个 科学 和这个 情感的 这些 这个 敏感 然后呢 也听 也能听 别人的抱怨 他们也希望 能够在背后呢 去帮助别人 是非常的 很好的 这个优势 在他们行动之前 他们先计算 这个Malagolic 这个人呢 他们呢 在事情发生之前 那是计划的 非常久的 所以每当 这个教会 要是有事件的话呢 你必须得把 这个 这个计划的工作 要给这个 Malagolic 这个性格的 这个性格的 基督徒 那三棍呢 是 把这个 没做完的事情呢 这个Malagolic 性格的人呢 会把他 接着做完 这个 三棍 和Malagolic 他们两个呢 是非常的 他们两个的性格 非常的相冲 因为他们会 彼此的 会抱怨 三棍呢 告诉这个 Malagolic 说 你太敏感了 这算啥呀 你咋那么敏感呢 但是Malagolic 这个 缺点呢 是太内向了 我们 很多人 这个Malagolic 没有 社交 太强 然后也非常的 悲观 然后 这个 非常的 这个 没有很多的 朋友 然后呢 不善意 社交 这个Malagolic 呢 他们非常的 害怕 失去 这个秩序 他们非常的 害怕 把这个秩序 打破 的时候 非常的 这个 害怕 这个Malagolic 总是 会 会遵守 这个交通 这个 这个 红绿灯呢 一定是绿灯 才能过 那圣经里面的Malagolic 这个 典型的例子 是谁呢 是不是 他们的行动 不是冲 动型的 他们是非常 深刻的 当给他们 工作的时候 他们会说 我做不了 啊 哎呀 我做不了 我那个嘴 我是做嘴 笨蛇的 我 我做不了 这是谁呀 就是摩西 他是一个非常 这个Malagolic 一个典型的代表 但是呢 他 没有任何的错误 非常的 详细的 然后他呢 也喜欢呢 是有完美主义的 倾向的 所以呢 他呢 把这个Malagolic 这个 神呢 呼叫了这个 Malagolic 的这个摩西 来寄了这个 十诫命 这个十诫命呢 神给了他呢 是非常的 这个摩西呢 写了这个 非常 这个 这个圣殿的建造的 这个 锁定的这些 规则呢 让摩西来写下来 这个摩西就像是 看到了这个景象一样 如果要是给 彼得的话呢 彼得的情绪 太大了 那他这个详细的细节 他是记不下来的 同样呢 神呢 给各种各样的 这个人呢 不一样的 各种的 不同的性格 没有一个人是说 这个性格呢 是错的 神呢 是把一切呢 都是做的是好的 如果我要是有一种 这个性格的话 那我的丈夫 也有他的性格 孩子有孩子的性格 我呢 都要尊重 他们的性格 因为 他们的这个 优势呢 会被神呢 去使用的 这个缺点 每个性格的缺点呢 能够通过 圣灵充满呢 能够去战胜过去 这个性格呢 不应该 要有任何的偏见 应该不要呢 应该不要呢 去用这个呢 来向你的环境呢 来这个妥协 我们假设 我是三国 哎呀 我也控制不了 你不能 不应该这么说 我们假设 你是 然后你说了 伤害别人的 这个话 然后你说 因为我是 所以我伤害你 那我也没办法 你 你不应该这么说 你呢 不要去批评 别人的性格 但是也不要 用你的性格呢 来去做借口 而是呢 要彼此理解 和彼此尊重 然后呢 就会有更少的冲突 然后就有更少的争吵 实际上 这个内容呢 实际上是两个小时内容 我呢 就总 这么总结一下 我们 我们 丈夫呢 应该爱 这个妻子 妻子呢 同样也应该 来按着这个情理呢 要顺从丈夫 我们需要 了解 彼此 为什么我的丈夫 是这样的 为什么妻子 是这样的 因为这里边 是有原因的 这个孩子的背景 也不一样 然后神呢 给了不一样的 性格 然后要努力的 要学会去理解 对方 然后就像我 所说的一样 今天呢 我们说 像我今天说的一样 让把你的家庭呢 要变成一个 小天堂一样 这个我们要去的 天国呢 是神要给我们的 地方 但是呢 这个我们的 这个家里的 这个小天国呢 不是 白白给的 是我们要去 制造出来的 我们要努力 为什么我们家 现在不幸福啊 我们必须得努力 我要做出 什么样的努力呢 丈夫啊 丈夫就像是基督爱 教会 献上了自己一样 甚至为了教会呢 而死 那妻子对丈夫呢 就算是 没有任何的 尽管就像是 什么 没有一个地方 能值得你去尊重 丈夫 也仍然要敬重 丈夫 这个是当 我们的家庭 能够成为 小的天国的时候 这个就叫做 基督徒的家庭 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 我们的圣洁的天父 我们感谢神 赐给我们救恩 我们也感谢神 赐给我们家庭 感谢神 赐给我们 我们的这个家庭 给了我们家 也感谢神 赐给我们理解 让我们能够 彼此理解 彼此的明白 让我们的家庭 能够成为一个 小天国 美丽的天国 我们以上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们 我们也会吸引 我们自己的灵魂